借法自然 智慧随缘 学佛做人要诸恶不作 勤修善行 不要执着任何事情 不要攀缘 什么叫攀缘? 攀缘和随缘是相反的概念 攀缘就是不该你得的 你硬要去得到它 攀就是往上爬 我好了还要更好 我有钱了还要更加有钱 我做官了还想官更大 攀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掉落下来 而随缘就是随顺因缘 一切不去强求 这样心就不会有贪欲 所以一个人不执着 不做恶事 尊敬别人 不攀缘 他的境界就会慢慢地提高 最后就会不思善 不思恶 自空无碍 学佛不思恶容易理解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 学佛学到最后 怎么连善都不思呢 因为做善事 已经成为你的一种习惯 思善行善 已经是你的本质 你不用专门去想自己要行善 只要去行 自然你一定就是行善了 你已经是菩萨 你还要说 我是菩萨 我要行善吗 你已经天天在大学里上课 你还要说 我是一个大学生吗 你已经是一个行善之人 天天在做好事 你还要去想 我要做好事吗 你是一个好人 你做出来的 自然都是好事 所以叫 好人做好事 人是怎么自空无碍的呢 对世间 无所攀缘 就会自空无碍 就像母亲 为孩子做事一样 她从来没有想过 要孩子回报 她的意念是空的 心中没有挂碍 就只知道 对孩子好 她根本用不着 去想什么 无所攀缘 不思善恶 学佛人 要多接近善知识 要识自本性 不要已经有了金饭碗 还要到处找宝贝 你们现在 学习心灵法门 就好比 已经找到了一个金饭碗 就要一门精进 不要再去东瞧瞧 西看看 举个例子 一个声乐老师 要收三十个学生 教唱歌 同一个老师教 三十个学生 都能够学出好成绩吗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个人的 嗓音条件不一样 有高音 中音 低音之别 每个人的个人条件 不一样 学出来的效果 也就不一样 真正的学佛 就要识自本性 就是认识 自己的本性 然后通达佛理 无我相 无人相 直到菩萨的境界 这才是 真性不移 本性不改变 怎么样 才能让自己的本性 一直延续下去 而不移动呢 首先要做到 心中 没有是非 你今天说 这个事情是对的 接下来 你就会说 别人是错的 你今天心中 不知道 这个事情是对 还是错 你怎么知道 别人是错的呢 经常去责怪 别人的人 就是因为 他自己心中 认为 这是是 所以他才会 指责别人是非 是非 就是这么出来的 第二 要在心中觉得 自己没有守戒 这叫 戒法自然 不抽烟的人 难道要天天去讲 自己今天没有抽烟吗 你不是一个 打妄语的人 难道 你要讲自己今天 没有打妄语吗 今天你没有偷东西 你是一个好人 你本来就已经守戒了 你已经是 戒法自然 你已经到了 不用去想 自己是否 已经守戒了 其实 你一直在守戒 学佛人心中 要有一道防火墙 要经常检验 自己的防火墙 是否有效果 这道防火墙 就叫境界 经常检验 自己的境界 高不高 就像电脑 经常要 更新软件一样 学佛人 也应寻此法 才能 因戒深惠 很多人一辈子 都改不掉一些毛病 是因为他们 没有及时调整 自己的境界 把小时候的境界 用到中学 大学 到了结婚的时候 还是用自己 小时候的境界 比方说 上小学时 他就在学校里说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就对你不好 到了中学 大学 他还是这个境界 人际关系 一塌糊涂 等到结婚之后 他冲着老公说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就对你不好 结婚之前 老公对他很好 他对老公也很好 结婚后 老公对他 没有先前那么好了 他也就 对老公不好 恶性循环 最后的结果 就是离婚 在现实生活中 你必须提高境界 也就是说 结婚前 你是一个境界 结婚后 你要明白 大家都要为这个家 多努力 多付出 你要多花一点时间 来照顾家庭 解决家庭问题 这个时候 你的境界提高了 你的家庭 就会更和睦 你的婚姻 才会幸福 你才能成功 才能开悟 学佛人要知道 什么叫境界 什么叫理解境界 境界是什么 境界是一个人的 觉悟程度 也是一个人的 自我修持能力 就是说 世界上的一切善恶 你要认为 都只是一种缘分 今天缘分来了就来了 缘分去了就去了 没有什么可惜的 只是当缘分在的时候 要珍惜 缘分去了 也不要太伤心 不要让世界上的 种种善恶 影响到自己的心境 这样的话 你的智慧才会圆满 你的福德才会充盈 这就是不思善 不思恶 学习佛法知识 首先要理解 第二要实践 第三要转换思维 这样你才能 心无挂碍 增长智慧 师父问大家 人间再多的苦痛 菩萨和佛 是不是能够解决 因为佛菩萨 拥有超越 人间的智慧 从而产生出 无量无边的能量 来解决人间烦恼 佛教说 智慧 是广大无碍的 如果一个人 充满智慧 就是拥有了 般若智慧 他就能够战胜人间 所有的困难险阻 人为什么 有这么多的苦痛 得不到解脱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心 我们有嫉妒心 嗔恨心 贪婪心 鱼痴心 有痴心 就会妄想 乱想 我能做这个 我以后能够成为那个 一个人满脑子 都是痴心 就不会得到解脱 真正想解脱 是有真意的 真意 就是真正的含义 真正的意义 就是要懂得 和佛光 融合在一起 佛光 在你的心中 你就会 融合佛光 佛光是什么 就是智慧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 你是不是 能够去除 很多烦恼 作为一个学佛人 你今天烦恼了 你是不是 应该拥有智慧 去化解烦恼 智慧 就是菩提 所以说 烦恼 即菩提 随缘度化众生 就是一种 智慧的表现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